理事交通局副局長李政安副局長 可以也麻煩請李副局長一同嗎 委員好 不好意思 因為傑森時間的關係 我還是先等一下副局長好了 兩位好 今天在決算報告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有關於交通事故的房子 跟死傷人數的降低 但有一件事情 我已經關心了非常久 然後我不斷的在追蹤 今天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希望可以跟兩位交換一下意見 釐清這件事情到底要怎麼處理 這個是2015年5月去年的報導 這個是瑞芳在62號快速道路下來 瑞芳路前面的一個地段 這個地段過去發生的狀況 是不斷的有重大的交通事故 甚至是死亡車禍發生 當地的里長在去年5月的時候 當再度發生車禍的時候 接受媒體的採訪 他講了一個與眾心長的話 就是真的該未雨籌謀 不能再忽視下去了 那重點是 在台鐵旁邊這邊 蓋了一個花台 那這個花台呢 使得本來比較寬的道路 到這個路段的時候縮減 那一縮減的時候 常常在這邊發生交通事故 撞著車子都翻了 那這個就是我具體啊 所剛剛點出來的地點 我先讓兩位知道 現在在討論的到底是哪件事情 這個是今年3月的時候 再度發生車禍了 再度發生車禍了 一年多過去了 這個事情到今天 都還沒有解 這個事情到今天都還沒有解決 這個是我大概蒐集啊 當地 每次在這個路段 發生重大車禍的照片 也給兩位參考 那為了這個事情啊 我事實上也有曾經啊 請台鐵的 也有跟新北市交通局的一些 同仁我們有交換過意見 那我現在收到的回函啊是 台鐵告訴我的說 有關於這個花台影響交通安全的事情 你們已經喊請新北市政府 依照這個規定 向你們辦理有償播用 那花台的拆除 及入基的擋土設施 其規劃設計施工 由道路主管機關 一併辦理 那我先請教一下台鐵 你們所講的道路主管機關指的是誰 指的是新北市交通局嗎 那個如果是台北市 應該我們指的應該是屬於新北市政府的那個 那不曉得新北市交通局的副局長 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跟立委報告 因為這個資料上有點出入啦 本人是新北市捷運工程局的副局長 因為他提供的資料有點多 所以跟你沒有關係就對了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看到的他是寫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副局長 所以這件事情你並不清楚 我不清楚 因為不是我全責範圍 不是那我現在非常的困擾啊 就是說 這個牽涉到一個中央的部會機關 是台鐵 也有地方政府的機關 但是我現在收到的訊息是 這兩個機關在踢皮球 台鐵說他地願意釋出 但是花台的拆除 跟拆除了以後的擋土牆 希望新北市政府來做 可是新北市政府他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認為拆了以後 擋土牆應該由台鐵自己來做 那我剛剛從這一系列的報導 也很清楚的跟各位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問題不是今天才存在 這個問題存在了很久 而從這個問題被發現 被提出來討論到現在 那邊已經發生了好幾起 非常重大的交通事故 那當地的居民都覺得很困惑 當地的居民的立場是說 我們要防止交通事故 就應該要有人來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我兩個方面都去協調 兩個方面都在踢皮球 我現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台鐵副局長如果新北市政府 他們還是不願意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不可以比較有擔當一點 說沒有關係這個事情 我們為了要保護當地行車 所有的人還有當地居民 他們的生命安全 台鐵就決定承擔下來把它做起來 副局長能不能做這樣的承諾 先委員報告 如果是公路道路的寬度不足的話 應該由公路的道路主管機關來處理 那現在那個地方沒有錯 那個發台是屬於鐵路用地 鐵路用地我們是 基本上講是公鐵路的來使用 那原則上如果 如果照我們給委員你的公文的講法是說 只要新北市政府 他願意把這個公路的寬度拓寬的話 用到我們鐵路用地 只要不影響到鐵路使用的話 我們都會全力來配合 對啦我現在知道你們願意把地試出來啊 但是你把花台拆掉蓋個擋土牆嘛 現在我剛剛講了半天就是說 拆花台跟蓋擋土牆的事情 到底誰要做 台鐵認為是新北市政府要做 新北市政府認為這是台鐵的事情 那兩邊互踢皮球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解決啊 所以我才跟台鐵說 你剛剛講的立場我完全都了解 那你這樣的立場 也透過這個公文跟新北市政府講了 但是我現在在講的是萬一 新北市政府還是不願意做的話 台鐵願不願意把這件事情承擔下來 還是你們覺得說你還是有困難 一定要逼新北市政府做才可以 如果做公路使用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由主管機關來處理 因為台鐵的鐵路用地全省很多 如果照這種模式進行的話 可能也 你怕說開了這個例子以後 你以後沒完沒了就對了 有這種可能啦 那是不是雖然我知道今天您是捷運局的同仁 跟這沒有關係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意思帶回去給新北市政府 會的 請他們再商量一下 要不然這兩個機關互踢皮球 我不希望明年的時候 我們又在同一個地方討論同一件事情 而在這個期間當中又不斷的發生車禍 因為如果這個是政府的主管機關 應作為而不作為 公有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有欠缺的話 接下來都還有國家賠償的責任 那現在我們把它拆掉蓋個黨土牆 所需要花的錢 我相信絕對比未來國家賠償的責任要花的錢 要來的少 但是真正的重點是說 倒不是那個錢多少的問題 而是這邊的交通事故不斷的發生 那個新北市政府的同仁可以請您先回 那個副局長不好意思喔 我再請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汐止那邊的交通一直是當地的居民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因此我們也很高興台鐵 總共花了4年的時間28億 完成了所謂第三軌的工程 那當初在第三軌工程完工的時候 去宣稱說他有很多優點 包括了解決道路庸舍的問題 基隆跟台北之間的列車呢 可以在尖峰時間縮短為8分鐘一半 可是請副局長告訴我說 第三軌工程完成到現在 這一個當初所宣稱的目標有達成嗎 不管是說增加列車的班次 現在每天從幾列增加到幾列 特別是尖峰的時間 那同時運量是不是有提升 然後準點率是不是有提高 好沒有關係喔 就是我非常關心喔 就是我們現在第三軌 花了這麼多錢把它蓋好以後 當初實際的功能是不是有發揮 因為我看到喔 現在往來在基隆跟汐止之間的列車速 在尖峰的時間 事實上還是有長達高達18分鐘的間距 跟當初所宣稱的8分鐘 事實上差非常非常的多 這邊細部的資料 是不是在可以請台鐵的同仁 在提供資料給我 就是你們那個軌蓋起來了以後 那電連車你也新購了嘛 那新購的電連車是不是真的有在 本來預設增加的軌道上面 增加運量增加班次同時提高準點率 這個都會攸關於在那個地區的人民 他們上下班的時候 實際上面交通的需求 那不好意思最後一分鐘 我是不是可以請高工局的同仁 楊祖祕謝謝 我也好 那個祖祕您好 就是你們在進行高速公路橋樑的補強工程 用了在汐止這邊江北橋的防汛道路 那這個防汛道路呢 本來現在是在用腳踏車的車道 那因為你們在做那個工程 有很多重車的進出 所以那個時候江北橋的防汛道路呢 事實上造成了路面還有旁邊橋蹲 非常多的損害 這個是在損害以前的照片 那後來因為呢 對於當地行的安全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請了你們高工局的同仁來說 你們把這個路弄壞 旁邊有破損通通都要補 那你們也承諾說會去跟包商講 現在這個地圖齁 是我告訴你的在防汛道路 A B C D 總共有四個地段 這四個地段實際的狀況 你們用的瀝青路面後來補牆的 是用顆粒非常大 比較劣質的瀝青在補地面 結果補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舊有的道路喔 舊有的道路路面的品質 比你們重鋪以後還要好 你們重鋪的品質長得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都是從現場拍出來的照片 那第二個 本來是用洗食指的方式 在旁邊蓋的護欄 結果你們用這樣子隨便水泥補一下的方... 然後立心呢 把本來的排水孔全部都塞了 這個都是我在剛剛點出來的那一些 你們一定要跟你們的施工的廠商講 說所謂回復原狀 這不叫回復原狀 你有使用道路的必要 為了工程我們大家都可以諒解 但是你結束了以後你要回復原狀 你不是這樣隨隨便便弄完 就好像交差了事了 對於當地本來的那個道路 就作為腳踏車用道的安全性 當地的居民 他們對於那個地方所造成的 整個路面景觀的破壞 負面的觀感非常的強 是不是可以麻煩高工局的同仁再回去 看你們到底跟哪一個承包廠商 在做這些事情的 這種施工品質 在2016年的台灣真的令人不敢恭維 好不好 委員我想我們會督促相關的同仁 那我給你一點時間 那你做好以後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通知 沒問題 然後我再陪同高工局的同仁 現地去勘察好不好 謝謝 我們把你的補程也會讓委員知道 謝謝 我們補充介紹一下現在在場的有 賴世保委員是財委會的委員 費洪泰委員財委會的委員 江永昌委員在這邊 也是我們財政預算委員會的委員 另外林俊憲委員是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謝謝 現在請賴世保委員質詢 主席各位先進 請您下沈記長 然後以及台北市政府的長官好不好 台北市政府我剛剛看到名單有 台北市政府王主的秘書 主秘還有副局長還有交通局副局長 可以三位長官一起嗎 好 這個審議長早 請問您是捷運局的主秘是嗎 是我是捷運局的主秘 好 兩位啊就是我關心啊